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 有清楚的头脑 有渴慕的心 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里面 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再次谢谢牧师师母 跟教委同工的邀请 让我能够有机会 再到东海大学教委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没有传上神的话语之前 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 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是在感谢祢 我们感谢祢在万能当中拣选我们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祢让基督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开了一条又火又新的路 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报座的面前 今天早上当我们在殿中敬拜祢的时候 求主耶稣基督列天而降 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 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求您捆绑撒旦的座位 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 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 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生的名 阿们 圣经的第一卷书 就是约伯记 约伯记 基本上介绍一个人叫约伯 在座弟兄姐妹 都知道这是一个好人 这也是一个受苦的人 但是圣灵宝贵师借着这本书 向我们启示了许多属灵的奥秘 幸福的奥秘 团戏的奥秘 夫妻的奥秘 亲子的奥秘 刚才我们主席到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基本上是受苦前的约伯 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 什么叫做一个幸福的人 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 基本上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讲到说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说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这人完全正直 尽为上帝原理恶事 这讲到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所事 至于第二节到第五节以后 讲到约伯的财产 他的学问 他的家庭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一个幸福的人 有两个部分 第一 上帝所喜悦的 第二 人所羡慕的 第一节里面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说为什么 从一个人介绍另外一个人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他看重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这个人 如果说介绍他的朋友给你认识的时候 这个人是三间公司的大老板 比如说这个人很看重他的财产 比如说他向你介绍说我这个朋友有五个博士学位 比如说这个人很注重学问 那上帝怎么介绍约伯呢 第一章第一节说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这个人在人品上面完全正直 在信仰上面敬畏上帝 在道德上面远离二世 你说你怎么知道 上帝在第一章第八节里面 在撒旦的面前介绍约伯 他说你曾经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没有 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一样 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远离二世 第二次在第二章第三节 上帝又在撒旦的面前介绍约伯 他说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一样 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 弟兄姐妹 在这边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上帝没有说约伯牧师 也没有说约伯指示 他说我的仆人约伯 约伯跟你我一样是平信徒 如果说我们的为人能够 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远离二世的话 照样上帝可以在魔鬼的面前说 这是我的仆人来羞辱这个撒旦 第二感谢神上帝没有在魔鬼的面前 介绍约伯的财产 如果说要让上帝来介绍我们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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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够资格 我们中间哪一位有七千只羊三千骆驼 我想大概没有了 或者说可能因为他挺有很多钱 很多钱是没买而已对不对 不过我想在座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的大概不多了 所以你想要让上帝来介绍你的财产 没一个人够取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跟约伯一样 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上帝说这是我的仆人 弟兄姐妹 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三个特点非常的重要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的所事 这神所喜悦 第一个 他说他完全正直 完全是什么意思 对自己的态度 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 除了基督耶稣以外 是无罪的完全 这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常常我们是对人要求完全 对自己呢 马马虎虎 所以呢 你做过的事情 别人要再做一次 一个完全的人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 保罗说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 我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是一个追求完全的人的心态 一个追求完全的人 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什么表现 刚才主席在祷告里面提到 我们现在台湾碰到很多的问题 我不晓得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 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 给我们一个启示 神的使者勉励非拉铁非教会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他说非拉铁非教会 你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你只要有一点点能力 你没有弃绝我 都到你遵守我的名 这是一个追求完全的人的心态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非常喜欢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人 叫做约瑟 对各位姐妹 约瑟是不是一个敬钱的人 正因为他敬钱 所以被坐到间里面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受苦不受苦 跟这个人敬钱不敬钱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上帝特别的恩宠 上帝特别的选招 约瑟坐监 因为他过敬钱的生活 不但坐监 而且要被派去 事后这个酒阵跟善长 他不是去做心理医生的 他是去坐监的被派去 事后这个酒阵跟善长 有一天早上 起来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酒阵跟善长 满脸愁容啊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人 没有什么力量 坐在街里面 但是略有一点点的力量 他遵守主的道 没有弃绝主的命 他马上上去安慰他 如果说我做电话 说你怎么不来安慰我 还有我去安慰你 上去问这酒阵跟善长说 您为什么满脸愁容啊 酒阵跟善长怎么说啊 哎呀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做了梦 对不对 没有办法解这个梦 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 我自己在那边想笑 如果我是约瑟的话 我上去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讲梦了 我就是做梦做的太多 才会到这里来 对不对 如果说约瑟不做梦的话 根本不会坐牢啊 但是你看到这个人不一样 他马上说什么呢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马上高举主的名 这样的人上帝给他一个应许 耶稣基督说非拉铁非教会 你略有一点力量 你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结果是怎么样 看啊 我为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 这个门是没人能关的 弟兄姐妹 我为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 约瑟如果不上去问这个酒阵跟善长 约瑟如果不去解梦的话 监狱门永远不会打开 正因为说他略有一点力量 高举主的名 遵守主的道 所以监狱的门为他打开 十三门是没有人能关的 看到没有 一个追求完全的人的心态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指着我们学习的 所以保罗说 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追求完全人 都要有这样的心 都有的 约伯有 约伯的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 敬畏上帝 各位姐妹 上帝到底像我们要什么东西 像我们基督徒要什么 还有我们常常说我们有异象 我们有热忱 我们有恩赐 所以往到教会里面施动 好 上帝到底像你要什么 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 生命记第十章里面提到说 以色列啊 各位基督徒啊 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像你要什么 是礼拜天早上来做礼拜 然后呢 从现在传到你们面前的时候 然后丢下一点钱 是不是只有这样子 神像人所要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只要你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的道 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 神像人要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敬畏耶和华 我们既是仆人 那么仆人对于主人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敬畏我们的神 所以大卫说 我以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 但是进了居所之后怎么样 我用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如果说没有敬畏 你说你有异象 有热忱 有恩赐 你只不过是找到另外一个平台 来发展你个人的财质而已 跟服侍上帝没有什么关系啊 希望我们教会不要有这样的人 敬畏上帝第一个是上帝向人要的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不可以做的 耶和华在正殿里面 所以不要认为说礼拜天做礼拜是 妈妈福福随随便便 你高兴迟到就迟到 不高兴迟到就不知道 然后手里面拿个星巴克一进来 一边敬拜一边喝咖啡 不可以 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耶和华在其中 一个人要敬畏耶和华 现在的人对于上帝 妈妈福福随随便便 对不对 总觉得说上帝我跟你报的报的 举个例 现在的人对于上帝啊 都是怎么样呢 有事我找你 没事你不要来烦我 I w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 对不对 免得你找我麻烦 让我受苦 举个例 你有没有发现说啊 我们教会做礼拜的时候 前面几排都很空的啊 大家都喜欢做到后面去啊 我问你了 你看球赛啊 看音乐会为什么都做第一排呢 做礼拜的时候都喜欢做到后面去 为什么呢 保持距离 以策安全啊 I w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 现代人对于敬畏的态度 NO 一个基督徒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怎么样 听过这个字没有 WWJD啊 有没有看过人家在T恤上面写WWJD啊 或者在手上带一个带一个 带一个戴一个练习 WWJD 关注基督徒 耶稣基督怎么做呢 当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在面临失恋的时候 当我们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 你先想想看 耶稣基督怎么做 如果说你在面临选择 说你根本把基督耶稣放在旁边 什么叫做敬畏啊 你爱你家小毛小狗不是也是在爱他吗 当你做选择的时候 你会不会问问你家的小毛小狗说 哎呀我们应该到哪里去买菜啊 不会的 所以一个敬畏上帝人 首先要做到的是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基督耶稣怎么做 你告诉我 但是一个敬畏上帝人马上有着consequence 圣经里面怎么做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自圣者便是聪明 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上帝会将开走的路 是失礼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第一路 一个人怎么样 让上帝引导他走地路 首先你就要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 在这边让我们看到 约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第三个 约伯在道德上面是怎么样呢 远离恶死 什么叫远离恶死 跟罪恶一点都不沾上关系 就好像说你要去飞机场坐飞机的时候 你一定要通过安检 对不对 如果说你身上带着刀子 带着武器 你通过这个安检 那时候 警铃大响 所以希望说在我们的心门外 圣灵宝灰是为我们做一个病机 让罪恶没有办法进来 一个远离恶死的人 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们常常都不是 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 一般的基督徒 犯罪认罪认罪的犯罪 每天晚上认罪 哎呀神啊你帮助我 明天我一定要对别人好一点 尤其对我的内人 对我的另外一半好一点 你帮助我 第二天早上起来了 一个眼神不对 你昨天晚上的导宝 忘了九霄五花 那天晚上呢 又带导宝 对不对 一般的基督徒 但以后不是得胜的基督徒 什么叫得胜的基督徒 是因为第一篇讲的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战罪人的道路 不做献卖人的作为 这样的人是怎么样 凡他所做 尽都顺利 这是一个有福的人 对不对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战罪人的道路 不做献卖人的 这有三个故 不从 不战 不做 用现在的话来讲 是什么呢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这对于最恶的态度 像敌人姐妹 我们有这样的态度 因为不是这样的人 是上帝说 这是我所喜的 是我的仆人 但是啊 圣灵宝卫师也知道说 这个人是不是完全正直 因为神远离 你二世 其实不是你特别注意的 人看人都看什么 人看人都看他有什么 然后有多少 对不对 哎呀 这个人有三个房子 我只有一个 哎呀 这个人的房子 比我大两平 都是比这个 这圣灵宝卫师也知道 所以从第二节开始 他开始介绍 约伯的财产 家庭 学问 对不对 这是人所羡慕的 哎 圣经里面上帝 从来没有介绍 他一个仆人 一开始是一个 financial statement 财务报告表 最后也是一个 财务报告表 他知道啊 这是你所羡慕的 所以一个人 幸福是什么意思 是上帝喜悦 人也羡慕 你看约伯有什么东西啊 哦 约伯有七千是羊 三千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母鱼 对不对 而且就很多仆悲 这个人有没有钱啊 天姐妹 这个人有没有钱啊 哦 很多人点头啊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鼓励哦 东海大学的弟兄姐妹们 一个有钱的人 也能爱主的哦 知不知道 一个有钱的人 也能爱主的哦 这里给我们一看到 你看到一个历史 一个有钱人 这么有钱的人 他能爱主 世界上常常有的现象 圣洁跟财富很难在一起 权势跟良善很难并存 一个安逸的人很难勇敢 但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外 约伯有很多的钱 却过近钱的生活 约伯过非常安逸的生活 但是他面对苦难的时候 却是何等的勇敢 却是何等的勇敢 对不对 都不很大的鼓励啊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钱没有关系 仍然能够爱主 而且这个人不但有钱啊 有学问 他在东方人中间怎么样呢 地位很高啊 如果你看一下约伯 他所讲的言论 约伯所讲的话 这个人是多人的教师 多人的教师 他能说极有学问的 所以在座东海大学的教授们啊 做研究的啦 那我们看到 约伯有 但是呢 仍然能够爱神 不但这样子 还当我们看到什么呢 他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都是perfect perfect number 完全数 加起来怎么样 十全十美 兄姐妹 看到这样的人 你羡慕不羡慕啊 而且圣经里面 对约伯的孩子 有点介绍的 七个儿子怎么样呢 都成家了 各在自己的家里 所以在座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你七个儿子都成家了 是不是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 对不对 哎呀 担心的事情怎么样呢 他们都解决了 而且这七个孩子啊 七个儿子 家里还过得不错的 对不对 家里还过 他们在家里干嘛 色摆艳艳 对不对 这表示这七个孩子 家庭环境也不错的 他们不单自己吃 而且怎么样呢 请她的姐妹一起来吃 我相信也请约伯跟她的太太一起来吃 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 胸有异宫 你看到这个家庭何等的和睦 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圣经里面 诗篇里面怎么样应许她 你可以看到你儿女的儿女 这是上帝应许的 约伯不是只准许他的儿女来吃喝而已啊 约伯做了一些事情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家庭生活 他虽然准他的儿女吃喝 但是当他的儿女吃喝完了之后 他马上派人去怎么样呢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自觉 希望他们能过一个敬天的生活 另外一方面呢 约伯为他的儿女祷告 按着树木为他们献烦祭 按着树木为他的儿女 一个一个的祷告 他说免得我儿子犯了罪 犯什么罪 心中气掉神 弟兄姐妹 希望你能够为你的儿女 按着树木 天天为他们献烦祭 天天为他们献烦祭 免得我儿女心中气掉神 你看到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在座的爸爸们 我希望你在家里面做一个祭司 也做一个教师 神在你的眼中 神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地位 你的儿女看得清清楚楚 希望说我们东海大学的教会 六十年之后 我们下一代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 仍然那么多人 能够敬为我们的神 希望我们在家做教师 也做祭司 各位姐妹 如果说你很想知道教会里面一些八卦新闻的话 我建议 建议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侍奉 什么侍奉呢 去教儿童主日学 为什么呢 你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 你会听到很多的消息 我爸爸是从来不读经的 我爸爸在家里都不祷告的 这个是平常听不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多去注意儿童主日学的事工 因为他是我们的下一代 另外一方面呢 你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你不要看这个人 平常很敬虔 他在家里从来不读经的 如果说你在家里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的儿女如何能看重这样的一个信仰 你如何将这个信仰传情下去 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看到这个人的家庭生活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何等的敬虔 所以上帝在魔鬼的面前说 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子 这是我们所羡慕的 是我们所羡慕的 所以一个幸福的人是神所喜悦 人也羡慕知道吗 好我们就把两个合在一起 我们刚才讲说 因为佛有这么多的东西啊 有这么多的学问啊 哎 弟兄姐妹 其实一个不信神的人 他可能也可以达到 对不对 有很多不信神的人 说病他有一万四千只鸭 六千只骆驼 对不对 不信神他也可以做到 但是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的福钱 何等的端债 而且我告诉你 一个信神的人 跟一个不信神的人 有一个差别 约伯这样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上帝为他做了一件事情 是约伯不知道的 上帝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也做了一件事情 是我们不知道的 等魔鬼知道的 所以当上帝跟魔鬼对话的时候 魔鬼跟上帝说什么 他说上帝你在约伯的身上 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用尾巴圈住他和他的一家 所以他家里面每一个人的人寿保险 你都帮他买了 他家里面的桌椅 板凳锅碗瓢盆 你通通帮他们买了产物保险 所以当你保护他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地上 上帝保护他的儿女 不但如此 凡他手中所做的 你都赐福于他 使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 这是约伯不知道的 也是你我不知道的 上帝为我们做了 魔鬼知道 知道吗 耶和华所赐的福 上帝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世界上的人 他可能也有七千之羊 三千骆驼 但是 这种足足 会令他忧虑 今天晚上肯定睡得不是很好 因为明天股票一上场的话 因为希腊的乖析 所以这股票怎么样的 Random walk 对不对 随机漫步啊 一直跌到谷底 所以今天晚上提心交代 神的儿女呢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凡我所有的四天十六篇说的吧 你为我持守 这是一个做神儿女的一个很大的定取 知道吗 所以你看 约伯后来受苦 对不对 东西都被抢到抢光了 对不对 上去说没问题啊 我开那么大的保险公司 你怕什么 所以你看四十二章 里面又有一个财 财务报报表 financial statement 项目一样 但是通通double 这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联名有恩典的神 你东西被抢了吗 没问题 我赔 通通double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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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得很清楚 什么叫做一个幸福的人 重要的是你的所事 你是重要的一个人 至于你的所有 上帝都会因着你的所事 加倍的给你 你看天上的悲鸟不重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汤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对不对 基督徒啊 何况是你们呢 何况是你们呢 我们一起祷告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聚集 在这里敬拜 完全是处于神的恩典 他有话要告诉你 他告诉你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要怎么样的一个人 是要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 愿意饿死 至于其他的 我都嫁给你 并且为你持守 各位朋友 我不晓得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你亲自的关系 你婚姻的关系 你工作的关系 你身体的关系 我不晓得 但你略有一点力量 你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力 耶稣说 看啊 我为你打开一扇 敞开的门 这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一个选择 你说我要这样子的应许 我要这样子的一个保证 我也要这样子的一个福气 你嫁给我 但首先你要知道 你要认识这位神 敬畏这位神 所以我不晓得说在座有没有朋友 你说我今天早上就愿意接受 愿意认识我们这位神 然后继续来教会 让教会帮助你更加认识这位神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是不是可以请你稍微举一下手 我为你祷告 你不要乱别人 感谢主看到 看到 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主 耶稣都看到 感谢主请放下 感谢主请放下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今天早上就做了一个决定 感谢主请放下 我今天早上就要了 或许你会说 我再等一等吧 下次还有机会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八仙乐园的气暴 还有两百多个小孩子 年轻人在家务病房里面 求生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健康起来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认识我们的事 而你今天早上就有健康的身体来到我们中间 你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 不要再等 所以我想再问最后一次 再做有没有朋友 你愿意就把握今天早上这个机会 接受我们的上帝 想要在此 说上帝啊 我要你 让教会继续帮助你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举一下手 我为你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都看到请放下 请放下 我们不要管旁边的人 这是我们跟上帝面对面的见面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举一下手 我为你祷告 感谢主 请放下 感谢主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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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当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 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做费人的时候 你却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 而且死在死一家上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神的仆人 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 聚集思想约伯的时候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跟约伯一样 能够敬畏你 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看到刚才这么多举手的弟兄姐妹 所求你与他们同在 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经历你的信实 经历你的恩典 保护他们能够在家人的面前 在亲戚朋友的面前 在同事的面前 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保护他们不会受到各者的攻击 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经历你的恩典 主要求你让教会继续帮助这些弟兄姐妹 让他们从完全不认识你 到进而认识你 进而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然后成为个人生命的主 主要求我们再次为东海大学教会祷告 主要求你使用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 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 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教会 认识主耶稣基督 进而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主我们再次谢谢你 愿你今天早上得到你应得的荣耀 我们让祂祂祈求感谢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 阿们